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传统的汽车是一个180度完全不同的东西 是一个新的市场 一个新的理念 或者说是操作 虽然它们都是四个轮子 有一个车壳 但是里面的内容将来提供的服务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讨论 我们的题目是是与地 然后大家可以看这个图上有一个围棋的棋盘 背景是中国的山水化 水墨化 然后右边呢 新能源车跟这个充电设备 如果大家懂得围棋或者下过围棋的人 大概都知道围棋在博弈的过程中 就是围绕着两个观念 一个市 一个地 市是什么呢 市就是后市 后博的后 后市 就是下棋的时候 两边 双方 市是要后市 就是营造或者建构一个有利于自己的形式 或者战场环境 那地呢 就是实地 这个在营造这个形式的过程 或者有利于自己的条件的这个情况之下 有的时候要牺牲自己的地盘 就是实地 换取更好的这种所谓外市 以便于在博弈的最后呢 能取得更大的这个地盘 这就是这个围棋在博弈过程中 这个交战双方 他们攻防所争取的 或者说所排兵布阵 强调的最两个核心观念 同样的 中国在发展新能源车的这个过程中 也就像下围棋一样 希望建构一个有利于自己的外市 也就是说后市的意思 目标呢 就是扩大市场占有率 从围棋的概念来讲 就是取得更大的实地 实实在在的土地跟地盘 我们今天看第一个图 这个图是A股的锂电池概念股 他们的这个K线图 从去年的3月开始 最低的时候 这个锂电池的指数 大概是1000出头 现在已经涨到了2800 从今年4月份完成这个修正以后 就一路上扬 前段时间大家都很奇怪 就是锂电池怎么涨得这么凶 觉得不可思议 大祸不解 特别是这个锂电池中的龙头股 林德时代 这个一批子已经来到160几 从投资的或者价值投资的角度来看的话 真的太贵了 但是它还是拼命涨拼命涨 为什么会这样子 昨天消息终于出来了 原来现在面临所有的新能源车厂 都出现了电池缺货的这种状态 我们看这张图 这张图大家都知道 这个是小鹏汽车的CEO 何小鹏 经常去演讲 推广新能源车的概念 夸夸起谈 最近讲不出来话了 经常在那边闭目沉湿 或者呆滞的眼神 看向远方发愁 愁什么呢 没有电池 昨天有个新闻说 何小鹏为了替小鹏汽车 取得足够造车所需要电池 跑到宁德时代 在宁德时代 这个公司附近租了一个宾馆 待了一个多月天天去磕头求教 为什么呢 为了就是取得宁德时代的电池 所以有人稍微分析一下 特斯拉也是比较厉害 为什么 特斯拉在宁德时代 包了一条生产线 基本上可以满足 它在中国生产新能源车 所需要的电池 但是如果呢 要超出计划范围之外 取得更多的电池 来满足市场 快速膨胀的这种需求的话 可能还是有问题 但不管怎么样讲 马斯克或者何小鹏 他们的大爷都叫做 曾玉群 也就是宁德时代的老板 我们看这张图 这个大家都看到 最近宁德时代新闻真的很多 有人说 这个他挂牌上市以后 随着股价的这个飙涨 宁德时代已经创造了 九个亿万美金的富翁 这个曾玉群自己的财富呢 目前看到最新的数字 是496亿美元 目前高居中国第三富 只输给钟闪闪跟马化腾 但是按照现在宁德时代的 这种涨势 难保一个月以后 或者在可见的未来 他成为中国的这种首富 这个宁德时代不但生产 这个汽车 新能源车所需要的电池 这个还会创造亿万富豪 更重要的 这个全球还有很多亿万富豪 要看曾玉群跟宁德时代的脸色 马斯克没有宁德时代加持的话 他的财富将不复存在 这个万民哥在想 何小鹏花一个月的时间 跑到宁德时代 去要电池 在这个过程中 他在哭等 他在思索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赶快进场 买宁德时代的股票 如果没有买的话 那太可惜了 这个是开玩笑的话 这个股市里头最忌讳的就是内线交易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为什么最近的这个锂电池 这个概念股相关的标的会涨得那么凶 是有道理的 不但宁德时代 比亚迪 国宣高科 这些电池厂的股票 都涨得一塌糊涂 不管他身材的电池是好还是不好 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电池 没有人去问 只要跟你电池沾上光的 通通在大涨 除了这个因素以外 我们再看这张图 这张图是今年1到6月份 中国乘用车市场的变化 这个是传统 或者整个乘用车市场的销售状况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红色的这条线是2021年 1到6月的表现 到6月份的时候 整个乘用车 根据中国乘联会的统计 销售量达到157万辆 更可怕的是其中新能源车 到了6月份的时候 销售已经超过22万辆 一个月 今年上半年 新能源车的总销售量 已经达到了121万辆 去年一整年 也不过就是130亿万辆 本来大家估计 今年全年 中国新能源车的销售量 可以到180万辆 但目前看起来 要超过200 220 240 250 不是没有可能 因为到6月份 单月 中国新能源车的渗透率 已经来到了14.6% 也就是说 每卖出100辆车 其中有14.6辆 是这个所谓的新能源车 这个渗透率非常非常高 以美国现在的渗透率 还不到5% 所以谈到这边 万民哥就想到 这个围棋 所强调的四与地 其实这个逻辑 或者说这个哲学 是来自孙子兵法里面的兵四篇 孙子兵法中强调 这个自寡如自重 就是代理的部队 他的作战能力 他的战力 跟部队的多少没有一样 1000人跟1万人 其实差不多 另外他还强调 斗寡如斗众 同样的你面对的敌人 1万人跟10万人 1000人跟1万人 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重要在什么地方 重要在兵士 这个战场环境的营造 就像是下围棋 万民哥所讲的后事 或者建构一个所谓外事 来争取有利于自己的条件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把这个兵士篇里面 他特别强调 事有几种呢 一个地形之事 另外一个就是物质之事 另外一个就是人的事 我们可以试着帮大家 做了一个简单的整理 这个兵士篇里面讲的 积水之急 至于飘食者 这是借水之事 就是水流得非常快 以至于可以让石头 动起来 这是水的这种力量 如转原石 于千刃之三者 这个是借三之事 就是你弄一块石头 你要搬运它很难 但是如果你能借重地形的高低起 无变化的话 那可以让你省了很多力 那谈到物质呢 孙子兵法里面怎么讲呢 牧食之性 牧食就是一般的所谓物质 贩食各种物质 安则进 违则动 方则止 圆则行 这是借这个物质 它本身的特性 比如说 有资源放在那个地方 你不去使用它 不去刺激这个需求的话 那它就安安静静的 所以我们经常讲说 不景气的时候 政府要创造各种的这种 条件环境 所以有很多刺激政策 就像是客观的市场 存留在那个地方 你不去理它的话 它不景气的时候 永远死气震震 趴在那边 那除了这边呢 除了地形 还有物质之外 还有借人 这个人什么 就是你的敌人 所以呢 这个 煽动敌者 所谓煽动敌者 就是 两军对峙的时候 对不对 你要想办法 激动别人 先动 先动的话 你再可以寻求 这个 或者在这个 对手 在移动 变换正式的过程中 寻找出 有利于你的这种 战机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 中国新能源车的 这个发展 对不对 其实 有一个很大的环境 就是 市场的需求出来了 这个需求 包括 新科技的 溢柱 包括大家对 环境保护 还有这个 气候变化的 这种 重视 不但中国如此 我们来看看 欧洲市场 今年 这个一到六月 欧洲几个 重要的 新能源车市场 最重要的是德国 其次呢 是这个 法国 跟英国 整个欧洲 新能源车市场 今年一到六月 总销售量 达到了 101万辆 当然 这几个大国 这个 英 法 德 或者 加上西班牙 瑞典 挪威 这几个 比较重要的国家 加起来 大概有84万辆 去年 整个 欧洲 欧盟 这个新能源车的 销售量 是139万辆 但是今年呢 看上半年的表现 似乎 这个中国 又再度 这个 超越 欧洲 成为 全球新能源车市场的 这个领头羊 但是还有下半年 因为 这个上半年 欧洲很多车厂 才陆陆续续的把新车 推出来 比如说 包括 大众汽车 包括 奔驰 包括 宝马 一直到今年 二三月以后 才真正动起来 那他们的这种需求 或者 新产品的出现 对于市场的这种刺激 还有待观察 但不管怎么样讲 外明哥讲说 中国的新能源车的 渗透率 到六月份的时候 已经来到 这个 14.6% 德国 已经超过了 百分之 二十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最近欧盟 出台了一个政策 外明哥跟大家 看这张图 本来 欧盟 是计划 在2025年的时候 禁止所有的 这个所谓 内燃机 或燃油车 这个在路上跑 现在呢 已经决定 把它提前到 2035年 影响由2050年 这个加快 提前到2035年 为什么 因为新产品的 这种出现 还有 这个一般 这个 汽车使用者 对新能源车的 接受 超过了 大家的 预期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整个形式 包括中国 还有整个国际市场 是对新能源车的发展 有帮助的 那这个客观的形式 除了对中国的 业者有利之外 对全球的业者 都有利 那你要怎么样 获取 更有利于 中国产业 发展的这种需要 我们看这张图 昨天大家不晓得 有没有看一个新闻 就是 特斯拉的Model Y降价 一下子降到 27万元以下 这就非常 具有竞争力了 它为什么可以 那样大幅降价 万民哥稍微看了一下报道 主要是Model Y跟Model 3 里面的电机 设备跟零组件 几乎全部 国产化了 这个大家都知道 新能源车里面 有三电 就是电池 电机跟电控 现在特斯拉 除了这个所谓 电控的核心的 行车电脑之外 几乎完全 都已经国产化了 这个结果 就可以大幅的带动 国内相关配套 产业的发展 这不但有利于 特斯拉降低 它产品的售价跟成本 还可以提升它的品质 特斯拉 可以享受这个条件 其他在国内 生产或者投产 销售的新能源车 也跟特斯拉 享有这个供应链 所提供的这种红利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整个图 大致所显示的 就是特斯拉 在电机电池 还有在电控方面 它的这个零组件 这个配套厂商的这种 布局的这种状况 根据外民哥所接触的资料 到去年底 这个特斯拉 2020年在国内零组件的采购量 已经超过了1000亿人民币 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这种数量 当然这些零组件供应商 就像宁德时代 它可以供应特斯拉电池 它也可以供应小门汽车电池 还有其他的这种电池 这个想到特斯拉 大家如果记忆犹新的话 应该记得2018年 这个国务院特批 允许特斯拉以独资的方式 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 还有很多人 对这个政策 大家的批评 认为这是割地赔款 把中国未来新能源车的市场 几乎要拱手 让给特斯拉 因为特斯拉当时相对于 国内其他新能源车 起的这个竞争条件 实在强太多了 特斯拉当时到上海设厂 这个上海市政府不但提供它一战式的服务 它的这个投资的500亿金额里面 还帮它找了200亿中资的银行团 提供贷款 所以大家觉得 这个让你或者把这个市场开放给你 已经算是给你最大的这种礼遇跟优惠了 另外还给了它这么好的这种投资条件 但是如果大家持续追踪这个新闻的话 特斯拉去年已经把200亿中 有40亿的这个国资银行的这种贷款给先还了 表示特斯拉的确在中国赚了很多的钱 但是你可以发觉 就是特斯拉从进入中国市场以来 一直到最新的六月份 它在国内龙头的地位 已经被这个武林宏光 还有比亚迪给取代了 这个特斯拉今年六月份 在中国的销售大概是2.9万辆新的原车 比亚迪是4万1000辆 那比亚迪有没有因为特斯拉进来以后 对它形成了一些压制呢 没有 反而更进一步的 刺激了比亚迪健全的这种发展 为什么 本来中国的这个新的原车市场 里面良幼不齐 有很多这个不具竞争力 或者纯粹是骗补助的这些车企 自从特斯拉进来以后 这个国内相关单位调整这个新能源车的 补助条件以后呢 这些不具竞争力 或者技术相对落后的车企 慢慢慢慢被淘汰了 反而有利于这些比较具有竞争力的车企 它们的发展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些条件比较差的 这些所谓新能源车企 它们最擅长用的方式呢 就是死残烂打 透过这种降价 进行不公平的这种竞争 这个对于一个产业的发展 其实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情 所以你用特斯拉这种 到中国来投资 中国政府给它这么多的好处 其实它的思维就是借敌之势吧 就是除了地形形势 还有物质条件之外呢 对不对 我们还借用了我们的竞争对手 它的这个优势 然后促进本身的 更有利的这种竞争条件 所以你可以发觉 这个先行时代 这些思想家 他们的这种主张学说 真的是博大今生 我们回过来看物质之势 我们这张图所显示的 是全球锂铁电池原料的供应链 资源最充沛的 排名第一的就是中国 主持过去 这个制造或者生产铁电池 所需要的这些原料 因为市场需求不存在 所以没有被大家所重视 所以大家如果看新能源车的新闻 最近有个新的题材 叫做盐湖体理 主要是指中国西藏还有青海 有很多盐水湖 这些盐水湖过去 比较没有具备什么样经济价值 但是新能源车市场的这种 蓬勃发展 让这个所谓盐湖体理的 这种技术 也得到长足的这种进步 现在那些本来 没有什么经济价值的盐湖 都能够创造出很多的经济红利 对于所谓开发大西部 都做出了这种重大的贡献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透过有利的需求 改变了物质的属性 这就是孙子兵法中所说的 借物质之事 所以你大概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产业的发展 其实就跟下棋一样 在博弈的过程中 怎么样后世 创造自己有利的条件 最后取得更有利 或者更好的市占率 这是终极目标 同样的 这套道理也可以 让我们投资人来借进 当你要对投资标例 进行选择或者取舍的时候 把这些古人讲的大道理 拿来回味一番 然后再回顾审市国内 这种产业的发展 绝对可以在你的投资过程中 取得最坚实的自胜之道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 谢谢